你知道吗 庙也分阳庙和阴庙 阳庙拜神 阴庙拜鬼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 就贸然进去求拜 很可能会招致无望之载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种说法 寺庙是不能随便进去拜的 正所谓入屋要叫人 入庙要拜神 在普通人认知中 寺庙不是拜佛就是拜神 可还有一种庙 祭拜那些无人讽刺的 无缘无名的鬼魂 被称为阴庙 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拜 也许秋来的并不是什么好运气 阳庙是拥有正式神格的神 同样也是在封神榜上 正式册封的正神的庙语 例如观音 妈祖 天宫 王爷 城皇 土地宫等 春秋传中写道 鬼有所归乃不为利 号称有求必应的阴庙 之所以会广泛存在 就是因为人们相信 人死后有人祭祀供奉牌位 才不会变成厉鬼 阴庙种类繁多 一般低爱摘小 很多见的人 见不得人的愿望 都可以获得灵验 外观上看 这些阴庙的形制 甚至不像一座传统的小庙 因为阴庙供奉的人 都为意外深谷的无名死士 一般称为 有应公 万应公 这些阴庙 一般都会设立 纳谷塔 纳谷坚等 将这些身份不明 无人祭祀的 巫主骨验 集中在一起 置于瓮中 见祀祭祀 据说可将乌员变为有缘 你也可以寻求 这些鬼魂的庇佑 甚至你可以求他 把彩票开展的号码 透露给自己 还有很多类似泰国的 娜娜庙 马来西亚的青龙庙 也是因为 无论善恶皆有求必应 因此才吸引了 如此多的相互 但阴庙平时都是 众门深索 只有到七月鬼节的时候 才会举行 大规模的祭拜活动 之所以去阴庙求约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一定的福报 有道士 命力有时终须有 命力无时 莫强求 去求正统神仙 人家看你福报不够 平时又不注重 积累福德 正统神仙 未必会给你发横财的机会 但到了这银庙求不光挂 就有非常多禁忌 面对邪灵法事 一定要想好 自己是否能承担得住 这个后果 最重要的就是 不论求什么 都一定要来还原 否则会遭遇不测 台湾拜银庙 真是反噬事件 一千万换走儿子的命 有些庙千万不能随便乱办 台湾 就曾有一个 拜了银庙求院后 北一 大国于喜的真实新闻 今天就带大家认识 拜银庙引发的 离奇灵异事件 事件发生了2003年 由一个花农 因童年八月的一场台风 造成了重大损失 导致整个农场倒闭 一听说 向银庙祈求 必定可以实现愿望 当曾经的债主和供应商 都跑来追债时 他就动了 不该动的歪心思 由于一时还不上钱 又天天被威胁 他就在朋友的建议下 去银庙祭拜 发誓 只要让生意复苏半年 我就什么都不计较 都说人在倒霉的时候 是百无尽弃的 去银庙里 拜那些低龄 邪灵 妄想得到非分的运气 却只想着天上掉馅饼 不去想 有没有什么后果 最终 也不过是自讨苦吃 当时听到 他许下的愿望之后 隔壁烧香火的师父 不禁吓了一跳 劝他如果没想好 付出什么代价 最好不要这样许愿 但花农却不以为然 自己只想还上所有债 至于其他的 任何代价都可以 结果当天晚上 花农睡觉 就梦到了一串彩票号码 分别是 11 03 22 41 47 48 结果他按照这一串数字 去买彩票 毫无疑问的就中奖 而且开出了一个头彩 换算一下 大概是1100多万人民币 这笔钱 不仅帮他还清破产师 所签的所有债务 喜悟自胜的他 还给自己添置了一辆豪车 但没过多久 意外发生 花农儿子偷偷开着 父亲的豪车出去玩 从地下停车场 出来的时候 车子突然卡住 眼看这个情况 花农儿子只能熄火 拉下手杀 下车见长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 停好的车子 突然开始滑动 整辆车硬生生 从花农儿子身上捏 年轻的生命就此消失 警方随后出示了两张 当时的金石录影弹 截图照片给他看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监视上显示的时间正好是 2003-11-03 22点41分47秒.48 也就是他梦到的彩票号码 原来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 他所得到的这笔钱财 竟是用自己的儿子命去抵的 什么是音庙 音庙可以拜 拜音庙会不会出事呢 由男子到音庙求讨花 结果被女鬼缠身 在民间信仰中 区分一座庙是阳庙还是音庙 其实并不难 如果一座庙里供奉的是 玉皇大帝封刺的神格 庙域的拍片写的是 玉舍某某宫这种格式 便是阳庙 一般来说 阳庙的建筑 就连佛门境地都显得不同寻常 在传统意义上 阳庙通常都会有天井 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中 天井和财路相关 有汇聚四方之财 与肥水不留外人田的寓意 并且把屋顶挑高 提升室内的采光 增加室内通风的整体效果 与此同时 奇数数羊 所以它的台阶数 长久数目 基本都是奇数 银庙则是祭拜那些孤魂野鬼 或者是没有经过正式册封 有些小能力的各种人 动物或植物 有人认为 孤魂亡灵与上天神佛一样 有帮助人 求取不当得力的能力 像是万应孤庙 一般人家的祖祠堂 或是一些山精水败的小祠堂 都算是银庙 因为没有正神天规 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 所以从事偏门生意的人 便会常去参拜 这一类的妙语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无论求的是什么 回报必须得有付出 妙语里经常都会悬挂 有求必应 四个字的红布 但是所求的事情 都需要发愿人 用常人不能接受的东西 去交换 据说这类妙语 求取立即实现的偏才 或者求偏愿 独运 都很灵验 妙语的名称 也多为万应祠 万应堂 万善同归 万善同等的 但是这种偏才与偏愿 不是谁都可以求的 求杀败杀 大有讲究 举愿 求签 勺将磕头的信徒 必须八字得宜 如果 祭拜音庙 胡言乱语 没有礼貌 非但求财求愿不得 反而会招惹灾祸 反噬其身 如果某些地方 有山精水怪 或动物灵 恶鬼 久而久之 依附于人的念头 在地方上作怪的话 可能会求财不得 养虎为患 音庙 一般在外观上 会将妙语的屋檐 做得较低 平常大门紧锁 农历七月 鬼夜节才会打开 一般人应该不会 轻易无闯 不仅如此 偶数数音 所以他们的台阶数 长久数目 基本都是偶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